此国抄袭中国无人机,最大遥控距离不超200公里,连本国人都嘲笑。 虽然在很多网友的心中,中国无人机早就已经从军用走向民用,从奢侈品变成了白菜价,但事实上,现如今世界上能独立造出优秀军用无人机的国家并不多,这其中最优秀的就是美国和中国。 也有人说中国这是后来居上。 虽然中国的无人机发展的挺迟的,但是中国发展很快,就连美国都为中国无人机的发展速度而感到惊讶,也有不少国家开始试图借鉴中国无人机和美国的无人机,土耳其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。 土耳其造的无人机叫做安卡无人机,重量是有1.6吨重,但是它的最大遥控距离只有200公里。 过了这个距离,它就自动脱离控制掉落了,而土耳其制造无人机也并不顺利。 土耳其从2013年开始制造无人机,至今已经5年,但是它们才造出了8架无人机,这样的建造速度简直堪比引渡了。 土耳其这款无人机说起来是借鉴,但是其实就是抄袭,它不仅仅抄袭了中国的彩虹,还抄袭了美国的全球音,但是可惜的像的只有性能没学到半点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